最近陕西省西安市风韵幼稚园率先被家长们发现 长期的给园内的孩子们喂食病毒龄以预防传染病 此后在西安的洪基新城幼稚园以及吉林市的方林幼稚园 还有湖北宜昌市的新港幼稚园等 也相继发现幼稚园擅自的喂儿童服药的情况 那么20号湖北省至少又有两所幼稚园被爆喂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幼稚园成了药儿园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幼稚园和学校给儿童喂食预防药物 在中国大陆十分普遍 但大多是以天然的板南根或凉茶等中药为主 但最近西安、吉林、湖北等地幼稚园却给幼儿服用处方药 这些幼稚园辩解说 是为了增强孩子们的抵抗力以提高出勤率 按照管理规定 如果有孩子生病不上幼稚园 原方应该退还部分托儿费用 为保证幼稚园的收入 病毒磷成为这些幼稚园的共同选择 病毒磷学名叫盐酸马林瓜 主要是用于抗病毒 是一种处方药 但是这种药被认为没有明显的抗病毒效果 现在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 曾任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资讯研究所的张田堪表示 滥用药物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中国的医疗体制问题 就是以药养医的问题 医疗体制不改革的话 问题会越来越多 张田堪认为 中国陷入了药物过度医疗的状况当中 尤其是抗生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抗菌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临床使用率 不超过30% 而在中国三级医院保守估计 要达到60%至70% 二级医院甚至超过80% 其他药物的滥用情况在中国也十分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警告 如果中国不控制抗生素滥用 将害了全世界 中国各地被喂服病毒0的儿童 普遍出现心肌酶偏高 心肌炎 肾积水等情况 被曝光的幼稚园家长们则非常愤怒 他们到幼稚园拉横幅抗议 并成立了网络维权QQ群组 怒斥幼稚园变成了药儿园 还有家长怀疑有药厂在利用幼儿进行药物试验 要求相关部门给予说法 喂药事件甚至惊动了中共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要求依法查处 严格管理 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目前来自河北河南等10省市的22名女律师 组成了志愿团 义务为被喂药受害幼儿家长 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这是一个悲剧不应该发生的 他们现在就是说幼儿和家长迫切需要帮助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觉得不能让这样的悲剧 再来上演 然后再伤害我们的孩子 参与志愿律师团的山东济南律师王玉琴表示 现在社会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人们调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中去了 因毒奶粉造成的解释宝宝家长赵连海 认为现在社会已经积蓄了太多问题 甚至连孩子的利益都不去考虑了 这让人非常痛心 但扭转过来是非常慢的过程 赵连海是三具情案毒奶粉受害者的父亲 他也是毒奶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 结石宝宝之家的发起人 但赵连海却在2010年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其实在中国大陆 医院滥用药物的问题早就非常突出 据统计 中国大陆每年有8万人因滥用抗菌药物死亡 100多万儿童聋哑 39万中国人因不安全注射 导致罹患艾滋病和肝炎 仅2008年医疗事故致死人数 高达23万多人